3.4號 他去塔幣 塔幣 No.40 來講當然就可以繼續去磨合 再加上比賽他們的一個整個隊型 來 我覺得 這個拋頭也沒進 如果有看到開頭的形象影片 來發現 所以已經沒有進了 可是 利用塔幣在進去 終於打進了 打 歪了 看塔幣這邊搶到進攻籃板球 台幣的第二波進攻 找Jones 他的上場也是相對比較穩定一些了 從冰箱裡面走出來了 這邊塔幣 再籃下強勢的進攻 沒進但是再籃下 特離 也沒有 塔幣 再給過來 他用手持於外圍的空檔 試著 用一些快速的防守 用進攻轉換 來造成他們防守端的一些壓力 三的區域連防 讓他們的 那個進攻端是平平受阻 沒有在做事情 有 他抓了一個籃板 打扇抓了一個籃板 中錯 文立華這個籃 籃 我懷疑塔幣是不是 覺得籃下 故意的 要轉過去接近一下 對 有可能是 這個護身倒法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要我們就可以有待上去 因為在籃下其實 有很多的攝影師 他是不是覺得上一次 潮鬚一槍飛布到啦啦隊身上 還不錯 他也想這樣 這個 有很多 台皮這邊有點招架不住啊 塔幣這邊想要打 但是也沒有犯規 球掉了 塔幣 這邊直接用犯規的方式 直接是手臂壓著 不讓你連投籃的機會 都不給你 塔幣 哇哦 這個線紋 送給誰呢 差距 今天翻身12分12籃板 從這邊左手溜進來塔幣 其實真的是 也是令台皮應該是非常的 來一顆 失敗了 而前面沒人手 輕鬆又扣籃了 塔幣 七分鐘的時間內 現在被原本領先的 籃下有人跌倒 繞出來才會享受 N1 這邊 是李奇瑋還是黃蟲幻豆 外線的表現 這個一個轉身 這個狀況不是那麼的好 這邊也沒進 沒有犯規 它是對 它是對 稍後的